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国家记忆大国昆鹏的纪录片,里面对中国战略运输机运20从决策到管理,最终到试验,是非都有很清楚明白的介绍,可以说,从重要性来说, 这还是一款让全国航空工业所有大小厂家集体投入,也是政府层面,军队提前做规划,投入的一个重磅项目,项目牵头都是国务院专项办公室,当然,中国的军工项目,往往来得又急又快,但是对于大型运输机的期盼,却是步履阑珊,从60年代仿制俄罗斯安12、安24成为运8,运7开始,中国人一直在努力, 不过历史总是和人开了个巨大的玩笑,80年代,我国大裁军放弃了运时项目,浑然不顾已经完成了130次起降,经过努力就可以服役的现实,坏人牵头的项目,随着坏人的下台,也必须下台,当然项目死了,而且拆了生产线, 为了2000万放弃运时是个大错,技术和人才短了20年,穷阔潦倒,四处流散那时候流行中美友好,中欧友好,中国从欧洲美国得到了一些技术,不过由于太穷,也买不起啥像样的东西,虽然说没钱,但是还是耗费巨资, 购买美国欧洲天价客机,波音空客从此开始发财,当然,那时候也有这个意向,利用10亿人的庞大市场,和西方航空制造商谈判,最终就是波音737,空客A320,还有卖到80,最终的结果,空客A320技术最好,条件也最,苛刻,就接受中国建厂房,波音737也类似,卖到飞机差点点,但是, 愿意全方位合作,提供一切便利,最终就干了,这就是中美合作的干线飞机项目MD90,但是天不从人愿,卖到很快就化,让波音吞了,原定造上百架,最终就生产了四架就完事,这让中国人觉得很惨烈,这么大的国家所有飞机都是外国造的,这很不像话,最终就急匆匆利用卖到80到90的全套资料, 中国人另起造卢岗新支线,ARJ21涡扇喷气客机,在客60座左右,不过由于完全没有认真研究,MD8090的设计资料,做足够的逆向设计实验,虽然简单的机身切短换发动机设计,还是失败了, ARJ飞机,本来就是个短平块,结果变成了马拉松坑神 虽然ARJ失败,但是中国航空人却不止步,对于大型运输机和大型客机的需求和呼声一直居高不下,最大的理由就是, 我国一年一千亿,购买外国飞机和名配件服务,最终却屡屡遭到制裁,国防需要的预警机,运输机平台,电子站平台,加油机平台却四处碰壁, 人家不肯卖,初期由于对于大型客机和军用运输机的投资有天生的恐惧症,这会带来海量的压力, 这时候歼8II的设计师顾颂芬院士,给出了一个比较具有爆炸性的报告, 大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有70%的技术是公用的,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型号, 但势头,资却不必翻番,几乎可以节省一半多的经费,最终这个报告,成为压倒一切的推土机,项目在2007年通过了, 当然,同年歼20项目也立项了,大客和大运有七成的技术通用性,能省一半钱, 所以同时上了国家,对于大运输持不上项目,抱有很深的怀疑,原因就是, 西安飞机公司,之前40年就一直仿制俄罗斯、戴安24和图16,并没有搞过真正的全新运输机设计, 虽然运期改到新州600,新州700,几乎都是换汤不换药,气动飞控都没动,就换发动机换航电, 对于一个从来就仿制过日子的厂家,一下子,要上大型运输机,谁都怕掉入陷阱,花了几百亿,徒劳无功, 当然,中国也不缺先例,没有啥经验就能搞新飞机,这就是成都飞机研究所, 还在紧罗密谷仿制米格21MF战斗机的时候,总是就拿出足够的证据, 向空军和专家证明,他们有能力也有把握研制一款压式布局的三代战斗机, 对抗美国F-16和幻影2000,以及俄罗斯的新战斗机,宋老的坚实给航空人做了个最佳示范, 只要敢想敢干认真做实验,经验少点也不怕,没有成不了的项目当然, 中国空军冒险答应,我总是宋文聪的请求,也看到宋老的胜利可望和斗志, 最终孤注一掷,你干吧,即使你现在刚刚开始设计歼7II, 最终空军的大度,赢得了超长的回报, 坚实战斗机完,全超出原始要求,不仅飞机性能好, 寿命长,好维修,而且培养除了一支强悍的设计队伍, 对于成飞的成功,全行业都羡慕极度恨,但是西飞也不甘示弱, 对于大运项目,他们也做了很多准备, 自己找经验丰富的安东诺夫设计局资讯,也努力做实验, 外加国内拿到了一二七十六的量机和足够资料, 以及部分美国C17的信息,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大运,我能干,一二七十六是中国大运的启蒙老师, 西飞大运设计团队,受益匪浅 大运很复杂很困难,但是具体分析后, 最终落实到技术层面,大运其实就是六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最终都发现,有难度,但是不够大,能过, 第一个就是数字化设计制造和检测, 第二个是长寿命重载机体设计制造技术, 第三个是大含道笔波扇发动机设计和制造技术, 还有超临界机翼,还有大功率高可靠机电设备, 电船飞控技术,最终的分析结果,数字化设计制造检测, 过,原因很简单,主机厂和波音公司合作, 家家都会玩十多年了,不是事, 长寿命重载机体,有1276飞机, 看看算算就会,用更先进的软件计算, 更换更新更强的材料,过, 大含道笔波扇发动机,先有俄罗斯的D30发动机顶着, 一时班会搞不出来不要紧, 大部分零部件的技术能力没有超越国产太航发动机, 只要太航发动机能稳定, 大运用的波扇发动机就没有太多事情, 成都所间时间20度采用了电船飞控技术, 对于大跃采用电船飞控是个极大的助力超临界机翼, 安东诺夫安七十完全搞定了, 资讯一下就是,中国买的空客飞机, 全部都是A300、A310、32033万0380全部都是, 看看想想算算,我国还有超强风洞, 设计方案不行就改吗? 千百次实验下,反复迭代, 没有搞的,大功率高可靠机电设备, 呵呵,这个东西,歼20也用, 厂家也表示搞得定,电船飞控, 成飞完全搞定了,而且还是超高难度的战斗机飞控, 对于运输机,就完全降了一个大档次, 西飞实在搞不定,的话可以外包吗? 这也不是事,最终中国运20, 使用和1276一样的D30发动机, 运载能力比1276高一半, 这就是60吨VS40吨, 运20运载能力超越1276, 最主要原因是修改了机翼一行, 所有这些技术里面, 对于运20运载能力超越1276, 最大的帮助就是改了机翼铺面形状, 阻力大大降低, 节省燃油, 也激电的提高了载货能力, 从技术路线来说, 运20就是一个1276大改增强板, 没有完全向世界顶尖, C17靠弄有人就问了, 中国大运差距美国, C17很多, 运载能力差不少, 土跑道起降能力不行, 建议机场直接降落能力也没有, 这种一战到底能力欠缺还是有点不行, 为何不一步到位? 从愿望来说, C17是最强军用运输机, 但是研发难度爆表, 假如不选择E-76增强, 而选择C17路线, 几乎可以注定, 要撞得头破血流, 而毫无所得, 虽然置存高远, 但是要步步为营, 谢绝一步到位。 请准备支持赏 generations, 请准备安 пов District Gee, 请准备好你拜托法旨请,